区公所的里干市骑着机车出发前往居家关怀民众的家中 由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开始 新竹市在农历年就有首例居家检疫的个案 里干市除了电话关怀 已有状况还要到民众的家中确认情况 当然身为第一线的他们 防护装备当然不能少 像是面罩 口罩 还有酒精关怀包都是标准的配备 市长林志坚29号特地前往香山区公所 颁发奖励金肯定第一线民政人员的辛劳 他们在第一时间的投入第一线的服务来安抚 协助这些必须做居家检疫的这些市民朋友 国人同胞 居家检疫者在这14天必须要在一个空间里面 自主的一个健康的管理 也不能外出 当然这个14天的时间是相当难熬 那么我们的理干事不仅要扮演好各项防疫的工作 也成为他们在心理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 我们很多的理干事到后来都和这些居家检疫者 建立了这样互相信赖的一个关系 那也因为有这样信赖的关系 他们就更加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做各项防疫的工作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已经96天没有休教的廖婉营 是香山区公所最年轻的理干事 曾经单日接到38件的个案 也是单区累积个案数最多的理干事 有一个个案到医院去做裁检 那他就是在电话那一头哭着跟我说他真的很害怕 因为当下我接他的电话的时候 其实我也快哭了 因为其实这些日子的辛苦呢 我们只要听到个案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 我们就觉得都很好 可是当他那种心情我们也会跟着影响 因为毕竟他就像我们关怀的朋友一样 那朋友如果确诊或是生病了 我们也会觉得很担心 所以其实他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我就会觉得我也真的很替他担心 那也觉得他的害怕也让我真的体悟到说 我们这些居家关怀的人呢是真的压力很大 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 然后他们都会怕左右邻居对他们就是有指指点点 怕他们说是不是就确诊 那坐救护车大家那个社区就会开始 哎呦这个人敢去确诊啊 那不然为什么会坐救护车出去 对这些都是他们承受的压力 我们都可以理解 民众从疫情流行地区入境之后 新竹市总计通报个案有2500多个案例 最高峰时单日追踪个案高达800多名 市长林志坚当天到区公所慰问之外 也到护证事务所跟卫生所 向所有同仁鼓舞士气和大家一起 用最严谨的态度防疫守护民众的健康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